昊月当空 第233章 军团级别的魔族 听了南语的话 玄寒烟微微灵手 道 就是可惜了 龙当当这孩子 如果不是被月明沧海灵卢选中 换任何一个智慧灵卢 他都必定是骑士圣殿 未来神印骑士的人选之一 南语叹息一声 道 说起来 这孩子的品性 真是没得说 他之所以会被月明沧海灵卢选中 还是因为把自己被智慧灵卢挑选的资格 换给了龙空空 否则的话 说不定神奇与铜灵卢选中的就是他了 玄寒烟道 先不说这些了 你继续监控他们那边的情况吧 两个五阶六阶的孩子 就算消耗多几倍 也不算什么 看看他们能够闯到地机关 如果消化的能量 是被他们吸收了 这就更不算什么了 其他圣殿要是来问 就说 我们补足这些能量就是 好 南语点头答应一声 玄寒烟补充道 如果他们能过第七关 可以让龙当当 尝试挑战秘赢基座 给他这个机会 南语微微一愣 这不符合规矩吧 玄寒烟道 智慧灵卢选中者 本身就有特权 所以才有了预备圣堂 对于他们 不能以常理度知 而且 这次他们击杀了多名亡灵强者 其实是立了大功 但同时 也肯定被亡灵那边盯上了 有秘银基座战凯 也好保护他们 龙空空 如果不是修为太低 其实也可以尝试 好的 南语没有再坚持 正如玄寒烟所说 智慧灵卢的选中者 都是八大圣殿 全力培养的天才 而且 龙当当的情况 还有些特殊 他在魔法圣殿这边 也是有身份的 给予一定的笼络 也是应该的 虽然月明 沧海灵卢时的大问题 但至少到目前为止 那个年轻人的表现 都绝对是顶尖的优秀 连灵梦露这样的天之娇女 都愿意为他做复制 灵力源源不绝地注入 修炼 提升 龙当当和龙空空 都感觉相当的美好 这种提升速度 绝对是外界不可能拥有的 直接吞噬 转化生命体的灵力 除非是到了亡灵国度 才有这种可能 但如果他们去了亡灵国度 这么干 恐怕用不了一刻钟 就会被顶级亡灵强者弄死了 所以 眼前这个看上去 充满了黑暗与火的世界 对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风水宝地也不为过 通过月明沧海灵卢的反馈 龙当当虽然不知道 过了多长时间 但随着嗜血贝塔 也被吞噬得快要接近尾声时 月明沧海灵卢 已经被注入了近四千灵力 虽然距离二十万 还是十分遥远 但那也相当于 是二十万的百分之二了 关键是 最多也就用了一天的时间而已 按照这个进度的话 理想状态下 用不了半年 他就能完成 对这尊古老智慧 灵卢的修复 龙空空这会儿 也同样是美滋滋 他的内灵力提升 都已经快追上 自己的外灵力了 这种修炼速度 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 就跟躺着也能提升 实力式的那种感觉 他同时也能感觉到 鼠大王也跟随着他的提升 在缓慢的提升 这家伙虽然因为和小八有仇不敢出来 但要说吞噬能量 那绝对是大卫王 不过 他对于这种灵力状态的能量吸收的速度 并不算快 远不如吞噬生物能量效果好 今天吃了七阶的魔族 也够他消化一段时间的了 当然 这也是因为受到血气影响 龙空空的修为压制了他的进化速度 不然就是另一番光景了 普通的贝塔飞魔已经全部殒灭了 四头嗜血贝塔也渐渐被吸干了 老哥 你说我们要是让他们休息一会儿 恢复一点再吞噬 行不行 龙空空向龙当当说道 龙当当想了想到 可以试试 当下 暂停了吞噬 两个人观察起嗜血贝塔的情况 七阶的魔族 在这个本身就适合魔族生存的世界之中 别说 恢复速度还真是挺快的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就恢复了三 四成十例 但就在龙当当和龙空空准备再次开始吞噬的时候 不约而同的 四头嗜血贝塔的眼睛都变得一片血红 小心 龙当当一拉龙空空 同时瞬间开启契约空间收回小巴 一道金光从他脚下升起 喷射出如同莲花一般的强盛光韵 月鸣沧海灵卢与圣连灵卢的融合剂地勇金莲 这技能要比他施展手套的技能快得多 第一时间就发动了 兄弟二人的身体直接被地勇金莲冲击的冲天起 就在他们冲出去的刹那 低沉的轰鸣声已经响起 四头嗜血贝塔原地爆炸 竟是自爆了 强横的能量波动带着漫天血雨 令他们尸骨无存 巨大的冲击力 从下方更是冲撞的龙当当和龙空空气血翻涌 也幸亏是跑得快 否则的话 这麻烦可就大了 性子这么烈的吗 龙空空心有余悸地说道 龙当当催动灵力释放出灵异 在空中控制住身体 然后重新从契约空间中召唤出小八 兄弟二人齐承在小八背上稳定住身体 小八先前也没少吸收龙空空转化的灵力 对他也轻善得很 并不在意同时承载着它 就在这时 远处一大片魔族的身影迅速浮现出来 认准他们的方向快速而来 这些身高在两米开外 有三条腿支撑地面 没有手臂 头部却特别巨大的魔族 他们那三条腿特别粗大 行走飞快 巨大的头颅有着六只眼睛 龙当当一眼就认出 正是魔族的中远程攻击强者魔眼术士军团 这是有多少魔眼术士啊 至少超过五百 完全是如同军团一般的剑制 其中还有超过二十名 身形特别高大 长着八只眼睛的魔眼术士 普通的魔眼术士是四阶魔族 八只眼睛的是同领级魔眼术士 是六阶 看上去一个七阶没有 但数量多啊 而且这些擅长远程攻击的魔眼术士 最可怕的地方是 能够传射 咋办 龙空空向龙当当问道 他现在还跃跃欲试呢 通过圆窝灵卢 在这里修炼太爽了 这么庞大的魔眼术士数量 是多少灵力啊 跑 龙当当却是毫不犹豫的 向小八下达了命令 开什么玩笑 正面和超过五百名魔眼术士对阵 人家一个骑射 他俩就要灰飞烟灭 别看没有七阶 这船射的魔光弹威力不如静咒 也差不了多少了 这就像魔法圣殿的魔法师团一样 这种远程攻击军团级别的力量 只要不被静身 绝对是最可怕的存在 小八调转身形 身体一扭 就如同箭矢一般窜了出去 魔眼术士 虽然攻击距离很远 但也是有限制的 五百米基本就是他们的极限射程了 但八只眼睛的魔眼术士统领 射程却要更远一些 龙当当索性让小八飞到千米高空 然后朝远处飞盾 飞行的速度 肯定不是地面上三条腿赶路的魔眼术士能追上的 很快 地面的魔眼术士军团就被落下 已经渐渐看不到了 这玩意儿也就那样嘛 看上去气势汹汹的 拉开距离 他们屁都不神 老哥 你能不能从空中扔魔法炸他们 我们居高临下 美滋滋 龙当当摇头 道 没用的 会被他们的魔光弹拦截 我去 那是什么 龙空空突然目瞪口呆地朝着一个方向看去 在他发现的时候 龙当当也同样发现了 嘴角也是一派 远方 遮天蔽日一般 一只数量庞大的飞行魔族 正在朝着他们这边快速而来 不是被他飞魔了 这次来的是擒魔族 这看上去 数量一点都不比地面上的魔眼数是少 其中飞行在最前面 超过五十头的禽魔 都是身形硕大无比的大禽魔 普通禽魔是三阶 比贝塔飞魔弱了不少 但大禽魔 却已经是五阶的魔族了 最前面 还有三头通体 散发着暗金色光芒的七阶黄金禽魔 这完全不给活络啊 怎么搞 龙空空 嘴角抽搐着道 然后他就从侧面看到 老哥的脸色有些变了 在扭头看那些禽魔的时候 只见禽魔并没有直接朝着他们冲过来 而是朝着他们之前掠过的地面方向飞去 不能让他们会合 小八 上 龙当当毫不犹豫地催动小八 全力加速 直奔秦魔大军冲去 龙空空也瞬间就明白了 这些擅长飞行的秦魔 要是和魔眼术士 会合在一起 成为他们的坐骑 那不成轰炸秦了 小八急速飞行 三个大头 已经开始在吟唱着 低沉的龙语魔法 秦魔是风和黑暗双戏 但却并不怎么擅长远程攻击 身形壮硕 翅膀如刀 更擅长的是进展 秦魔军团 一旦和魔眼术士军团会合 那龙当当和龙空空的结局 可想而知 这种时候 也根本顾不上 在这地方在修炼什么了 必须要先解决这些秦魔才行 三头黄金龙急速俯冲 速度飞快 龙当当身边 已经奋出了两道身影 赫然正是水龙当 和火龙当当 口中响起 泥南般的吟唱声 天空瞬间变成了暗红色 龙语魔法版 流星活于准备中 为首的三头黄金禽魔 眼看龙当当他们冲了过来 立刻率领着 数十只大禽魔迎面冲来 三头黄金禽魔身上 暗金色光芒大放 瞬间加速 宛如三颗暗金色流星一般 直接朝着小八飞撞而来 如果换了是普通飞行魔兽 面对三头黄金龙的血脉压制 恐怕连战斗的欲望都不会有多少 但魔族确实是强悍无比的存在 竟是丝毫不惧 但是 黄金龙作为圣魔大陆上 最强大的魔兽传承 龙族的至尊 又岂是他们所能比拟 啊 小八的咒语已经完成 净空再现 三头黄金禽魔身形一尘 瞬间就步了嗜血贝塔的后尘 身体开始急剧下坠 他们虽然能操控风 但更多的是增加飞行速度 却不擅长风系魔法攻击 所以 被贝塔飞魔 还要更惨 凶悍的眼神 瞬间就变成了恶然 然后就从千米高空开始下坠 不得不说 小八这净空魔法 绝对是所有飞行类生物的克星 黄金禽魔以及他们所带领前来拦截的大禽魔 根本就没来得及阻挡 就已经全部朝着地面上坠落而去 他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的张开翅膀 凭借空气的阻力 让自己坠落的速度慢一点 小八口中龙银不断 三个大头全力施展净空魔法 直奔正朝着来路飞去的禽魔军团追去 天空中 一颗颗火流星开始从天而降 龙当当却并没有控制这些火流星 直接砸向禽魔大军 而是从两侧约束着他们 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飞行 禽魔大军在少数大禽魔的率领下 已经看到了飞奔来的魔眼术士 赶忙迅速飞过去 两侧掠过的火流星 也并没有阻挡他们这条飞行的路线 眼看着 他们就到了魔眼术士上空 也就在这个时候 小八巨大的龙尾 猛然在空中抽动 速度暴增 他和龙当当心意相通 速度骤然提升的同时 庞大的身躯 已经是飞射而至 冲入了禽魔军团之中 昂昂昂 激昂的龙银声带着 强烈的进空魔法 在禽魔军团之中爆发 与此同时 还有土龙当当 配合龙当当施展出的 血脉天赋魔法 重力控制 突然就失去了 飞行能力的禽魔大军 顿时如同下饺子一般 从天而降 虽然努力在拍动着翅膀 但他们 本身就是以身体强度著称 体型硕大 再加上重力控制的加压 顿时飞速朝着地面 坠落而去 下方的魔眼术士军团 是看到禽魔军团到来的 他们的战术 也早就已经十分熟悉 看到有军自然明白 是应该怎么做 一边加速迎上去 一边就等着禽魔军团 下来接他们了 三头黄金龙 他们自然也看到了 但和数量庞大的禽魔军团相比 小八一个 是没那么显眼 另一个也是因为 魔眼术士认为 短时间内 就算能击杀一些禽魔 大部分禽魔 还是能下来接应他们 会合之后 再重新入空 凭借禽魔的近身肉搏能力 再加上他们的远程攻击 这些敌人 必将无所遁形